我倒知道有这么一个小事情 说你们当初复合还去了趟天安门呢 其实去天安门不是复合的时候 是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刚来北京拍戏 然后他也跟我拍同一个戏 然后 不错 孙悟空谈恋爱 然后看到这个女孩子好像挺漂亮的 然后就跟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张倩 我叫张慧坚 北京挺大的哦 这没话搭话呢 就第一次来 明天不用开工 不知道去哪逛一下 没人带我 有空吧 带我走一走 然后他就带我去吃饭 然后呢 他说一个香港人来 不能不去天安门看看 然后就带我去天安门 然后 一切就顺利成长了 哎 还好吧 据传说去天安门之前 两人吃的新疆菜 对 我在后边跟着来着 为什么想起来吃新疆菜啊 他想给我就是一些比较 有地方色彩的一些菜 然后也这样的 好像香港没有新疆菜 不多 很少啊 吃得很开心 吃 有点追问之意不再吃 真难说 据传说两个人第一次出去 你就把头靠在人家的肩上了 我有点怕黑 这个理由好 天气有点冷 真好 对 他没有觉察出来是吧 他也不 他不反抗 怎么讲到好像我强 求婚是什么时候求的呀 哎呀 求婚的真的糗事了 为什么 一直以来呢 他呢 就有一个愿望 希望在三十岁之前能结婚 能嫁出去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突然觉得 距离他三十岁生日 两个礼拜不到 然后呢 我不想让他失望 就突然间就在那个晚上 就求婚 然后就在家里 穿着条秋裤 破冻的 破冻的求婚 两块 然后就求 然后他OK啊 然后后来他就说不行 你这样子的求婚法 以后我回想起来太不甜蜜了 然后戒指我也没有准备 没有戒指 没想到求婚要戒指 我真没想到 来喝黄瓜 后来我说好好行 我会补给你的 你放心好了 转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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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转松 谢谢观看